主料,豆渣一碗,辅料,油,盐,葱,蒜,香酱,花椒粉,生抽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好需要的豆渣,再切成末备用,同时把葱切成葱花备用,准备好需要的香酱。 锅加油烧热后,下入葱花炒出香味,下入豆渣搬炒,调入花椒粉翻炒,同时是豆渣干湿,加入适量清水或高汤,我用的是清水。 调入生抽,搬炒均匀,调入虾酱,搬炒均匀,是虾酱的咸度,再加入适量的盐,搬炒均匀,即可出锅食用,烹饪技巧。 喜欢吃辣的,可以在爆锅时加入适量的干红辣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